家风家教,才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不动产,点击,可以关注哦,古语云,富,不过三代,然而曾国藩家族年年时代,至今没有出现过,败家子,堪称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曾国藩是一个传奇,曾氏家族同样是个传奇,两百多年来,曾是后代杰出者,多达二百余人大多成为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曾国藩, 曾给后人立下家规勤俭至家之本,和顺其家之本,锦顺宝家之本,诗书起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这五条家规,可以说是曾氏家族兴旺的成功法则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凡是家子弟,一时起居,无一部与韩氏相同数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忘有成,他一再嘱托子植被,无家献虽鼎盛,不可望韩氏家风味 曾国藩,要求家人在经济上要与普通平民无异,他叮嘱家中不可买田子女穿衣,不能太光歇媳妇女儿,都得亲自下厨女儿出嫁 嫁长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儿子,要亲自动手撒扫停除甚至除草,十分这类事也可做,并不丢脸 曾国藩还坚持不留财产,给后人早在道光年间,曾国藩出为大官时,便对家人表示,绝不留银钱与后人,后来身为乡君统帅 他再次声明他的态度,是换之家不须积淫钱,使子弟自觉亦无可适 中国近现代史上宋是个传奇的,竟是宋氏三姐妹宋矮玲,宋姓玲,宋美玲和他们的兄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 任何一位拿出来都是时代的风铃人物,这离不开他们的父亲,宋氏家族的开创者,宋妖如的家教徒 左,依次宋美玲,宋矮玲,宋庆玲宋妖如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国学长女宋矮玲,嫁给孔祥西平日身居简出 但她的势力可直接影响国家大事次女宋庆玲嫁给孙中山 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小女儿宋美玲,嫁给蒋介石在第一夫人 位置上,一展才华明正海外三个儿子,都是经济学博士都有一番大作为 长子宋子文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宋妖如 自己从小吃过苦,从海南文昌,一个近乎沦落的家庭起步之手打造出 一个有着深远影响力的大家族 尽管她平时忙于实业和革命,却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 她经常教育子女宽容,胸怀即逝天地,独立,闯荡 全靠这步,坚强,挫折等于成长 无论如何忙碌 她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打成一片 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但她从不溺爱孩子,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 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宋妖如经常带着孩子们在野外徒步跋涉 以此锻炼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两起超家族出现具有传奇色彩的一门三院士九子 接财训佳化三院士,是指建筑学家梁思成 考古学家梁思勇,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理 另六位子女,也都是杰出人才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 炮兵上校梁思中,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捐记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义和革命军人 梁思明,梁启超对子女们,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事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 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 阅读梁思超家书,就能发现他教育子女的表现 堪称典范,1902年前后梁思超在日本与子女合影 1934年梁思明,梁思义,梁思理,梁思达,在天津引兵事前,在写给子女的家书中 梁启超毫不掩饰对子女的爱 他写道,你们须这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 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你们无论功课弱和盲破 最少隔个百月总要来一封信 遍起个字抱抱平安也好 梁启超家书,在求学方面,梁启超不看重文凭 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伙后 他曾对孩子说,未能力进大学 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总要把强机越注得后越好 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 总要蒙火盾和慢火盾 两种工作循环交互者用去压周首付李嘉诚是怎样教育儿女的 为何很多有钱人遭遇富不过二代的结局 李嘉诚的儿子却能成为小超人李则巨 李则凯,虽然出生在大富之家 但他们小时候,李嘉诚很少让他们坐私家车 却常常带他们坐电车 巴士李嘉诚说在电车 巴士上你们能见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 能够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社会 后来李则巨,李则凯从美国大学毕业后 想进入父亲的公司,施展才华时 父亲却对儿子们说 我的公司不需要你们希望 你们先去打自己的江山 让实践证明你们有资格到我公司来任职兄弟俩 再次离开香港来到加拿大 一切从零做起 李则巨李则接多年之后 李则巨成功经营了一家地产开发公司 李则凯则成了多伦多投资银行 最年轻的合伙人李嘉诚 曾自豪地说 即使我不在 凭着他们个人的才干和胆识 都足以各自独立生活 并且养家糊口撑起家业 李嘉诚和他的儿子们 深刻诠释了一个人的家教与修养 对于整个家族成功的意义 中华传统家风家训精选 严世家训 左右华洞察看更多上智不交而成 下于虽交无义中庸之人不交 不知也古者圣亡 有太教之法怀子三月 初居别公目不邪士 而不忘听音声滋味 以礼节之书之欲板藏诸金贵 生子可提师保顾名校 人礼义倒席之矣 曾文正功驾训 左右 华洞察看更多西无祖兴刚功 最讲求至家之法 第一起扫第二打扫洁境 第三成修剧扫第四善待新族邻礼 凡新族邻礼来家 无不恭敬款 皆有吉必周记之 有宋必排解之 有喜必信贺之 有吉必问有僧必用此次事之外 于读书仲派等事 有维克贺留心 诸子嘉训 左右华洞察看更多黎明 挤起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既婚便惜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伴侣横念 物力为奸 一位女儿筹谋 无领可 而绝境自奉 必须简约 雁客切勿流连 前世嘉训 左右华洞察看更多心术 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 能安分 则鬼神无权读经传 则根底深 看始见则议论 伟能文章 则称数多序道德 则福报后祖宗虽远 祭祀已成 子孙虽于诗书须读取习 求书女 物济庄连 嫁女则嘉训 沃沐富贵来自水主书院